大家好,我是鸡虾主 最近这些鸡都是自己做东西吃 也跟大家分享和验证了一些教程 不过我在评论里看到 有人说这些做法都太复杂了 行吧,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再来试一款 我个人觉得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 电饭包焖饭 它最大的难点我觉得也就是 洗菜和切菜了吧 经过最近这些教程 我发现这电饭包真的是好东西 万物皆可电饭包 如果不会做饭的小伙伴 真的不要犹豫 赶紧入手一个简直是神器 下边咱们就步入正题了 第一步就是先把洗净的大米给它放进去 先来两勺生抽 再来一勺老抽 适量的食用油 这个差不多就可以 这蚝油也是来一勺 跟老抽是一样的 盐适量 白糖也是适量 然后给它都搅拌均匀 其实调料的多少都是要根据你米的多少来定 也要根据你口味来定 所以也没有具体的量 搅拌均匀之后就给它铺平 这个会蒸饭的小伙伴也肯定知道了 这样蒸出来米粒不会有硬有软 它会很均匀 然后就是在它的表面放上各种菜马 这个有香菇 我已经给它切成小丁了 大小就这么小方块 然后是胡萝卜 土豆 也给它切成丁了 冰豆 然后呢就是我最爱的这个腊肠 这都给它放进去 我这个菜是不是放有点多呀 我当时只想着说这个菜放多了好吃了 这能蒸的熟吗 大半锅 要不我往外拿点吧 因为这菜啊 蒸的时候它也是本身有水分会出水嘛 就是怕这个饭蒸出来不太好吃啊 水太多了 最后呢在中间打上一颗鸡蛋 哎呦真好看呢 这颜值很在线啊 在蒸之前啊 给它加上清水 量就跟这些菜大约齐平的位置就行 按普通蒸饭面就行 饭熟了就都熟了 我的鸡蛋呢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我以为鸡蛋会是一个完整的 特漂亮的在中间呢 它的东西倒是都熟了 挺好看的 先撒点葱花 再点点香油 OK 搅拌一下 拌匀就行 好了现在这个电饭煲焖饭呢 终于自己做完了 这个味道闻起来特别香 而且这色泽非常好看 金黄金黄的 如果酱油再多放一点的话 感觉有点像酱油炒饭的意思了 并且这个腊肠的香味也特别明显 因为我腊肠放的也比较多嘛 哦对了 我这个水哈 这蒸出来是特别软的 这个大家就根据自己口味来定了 如果不喜欢吃软的就稍微少放一点 这一口下去啊 就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感觉啊 去年吃过一次那个鸡翅包饭 跟那个味道好香 如果里边适当的放一点 鸡肉碎精的话 固人姐就是那个味了 特别香 只不过是这个腊肉味更明显 真的好酸啊 刚合我的胃口 正好我也喜欢吃偏软的米饭 而且里边的菜马啊 已经特别软了 就不用怎么嚼 这达到了那种 老人小孩吃都可以的正 我那盐呢放了那么一小勺 现在吃着咸蛋正好 所以盐千万不能放多了 因为调料已经很多了 开始啊 我觉得它跟炒饭会很类似 但是现在吃着口感不太一样 这个炒饭吃着会很筋道 这个米已经没有那种特别弹的那种口感了 并且味进去的比较彻底 因为经过浸泡 然后又这么蒸嘛 相对于炒饭来说 我更爱吃这个 也有可能是这次做的比较好吃吧 什么 我觉得味道不错 如果不是很会做饭的啊 可以这么来试试 让你瞄边大厨 真的是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 圈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啊 网上在蒸的时候 有人那个不是放的鸡蛋 而是放的西红柿 下次可以试一试 应该味道也很不错 因为我们家人有的牙不太好 所以吃不了西红柿 我这次就放的鸡蛋 这个真的 我觉得太简单了 不过 如果还有小伙伴觉得它特别复杂的话 那就吃泡面吧 就是泡面还得做水 对不起我包不了你了 好了 今天这个电饭包分饭呢 就试试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 点赞收藏哟 拜拜